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神一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七集 那么上一次呢是说到这个 我们过了这个失落的沙漠 然后来到了潘多拉的神庙 那正式进入潘多拉神庙呢 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潘多拉环形地带这样一个地方 那上次是最后摇下来一个摇瓣 我们通过这个摇瓣呢 就可以切换这个潘多拉环形地带所对出去的那个门 这样就可以来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可以说潘多拉环形地带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枢纽 好这边的这个像锯齿开关一样的东西呢都已经停掉了 我们到这来转这个摇瓣呢 可以看到刚才出来的这个门就被转掉了 那这个转这个摇瓣也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然后转出来呢会有好几个门 其中一个比如说刚才那个 刚才过去的那个门呢是这个谬斯的房间 我们以后拿到两块这个谬斯石斑以后 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我记得是可以增加雪槽和魔法槽最后一次上线 还有大量的红昏 那我们现在的目的地呢是这个一个红颜色的房间 哎就是这个 我们转到这个房间呢就可以进去 那到这个地方我们见到了阿尔特密斯 阿尔特密斯是这个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 他说这个奎托斯你干的不错 这个你用混沌之刃用的不错 不过这个仅有混沌之刃是不够的 我给你这个我以前杀泰坦的那把刀 你拿着它完成你自己的任务 取得这个力量击败你的敌人 好我们拿到了这个阿尔特密斯之刃 与神同行吧 以奥林匹斯的名义前进 好那么按L1加R1呢就可以切换主武器 我们这里总算是拿到了唯一一把也是这个最后一把 战神1的这个主武器 好这个是L1加圆圈 这个是L1加方块 这是L1加三角 然后空中可以方方圆 这把刀呢这个打起来招式比较的这个单调 但是攻击力比较高 其实这把刀呢 它这个主要的用途是用来走邪道 那一般的话像这种杂兵战用这把刀是比较危险的 仅有一些特殊场合用这把刀可能会比这个混沌之刃要快 我这里呢是这个故意演示一下这把刀 那一会儿我们就换回这个混沌之刃 把这把刀这个血藏起来 这把刀杀掉的敌人非常这个血腥啊全部是断肢 像这种近战武器通常是不太安全的 所以是我特别是在高难度定量少用 其实像这种最低级的杂兵的话 用这个混沌之刃然后圆圈抓住以后扔 这是最快的这个解决办法 可以看到这个收招起招都比较慢 那么把这里的杂兵清干净呢 就会刷出非常多的这个美杜莎 而且这个是强化版的美杜莎 HP比较多一点 咱们用用这个波赛东之路 很多同学居然说我这个有无限魔力 还不会用这个魔法 好那我就用给你们看 好可以看到这里的美杜莎是需要三次QTE才能解决 那这个如果说像这种无限魔力的话呢 就不要用这个QTE解决了 直接用普通招式干掉可以换红魂 好谁放魔力我们就电死谁 这个被很多美杜莎围攻的时候 还是要这个安全第一 垫死你们 刚才这个差一点 所以这个石化光线照着的话 还是这个低调一点 咱们躲避躲避 好这里的这个罐子呢 都是可以获得绿魂的 这场战斗确实是这个比较难 那这一段这个第七集呢 确实是有非常多的难点 一会咱们一个一个过来看 这是其中一个 这个美毒杀群 如果处理的不好呢 会非常郁闷 那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脑残打法 脑残打法一路魔法放过去 就OK了 那如果说不用这种邪道玩法呢 这个打起来就要稍稍谨慎一点 尽量寻找机会使用这个方方三角 或者是跳空以后用头计 我跳空的时候呢 要注意其他美杜莎的这个石化光线 如果空中被石化的话 摔下来是直接死亡的 那我们先到二楼去 二楼这个是蓝魂宝箱 我们就无视了 然后这里会有两个杂兵 这个人还抱我们 像这种杂兵的话 可以用这个无限浮空打法 但是对操作要求比较高 然后说想安全一点的话呢 就用这个三角形浮空以后 连续用空中投机 好我们继续前进呢 前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恶心的地方 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天花板 限制了我们浮空的高度 所以说再加上对面有弓箭手干扰 那么这个打法就不是很成立了 咱们把他们引到后面 这个避开弓箭手的干扰呢 来这个解决 这样会比较安全 当心墙上那只爆炸箭 好咱们换成这个神力 换成宙斯之怒 我们扔一下 一般的话好像是三只剑 可以搞定一个敌人 OK好像全部解决了吧 那咱们HP也不多 好是离这个小心翼翼的走独木桥 然后跑到这个地方呢 拉一下开关 好这个地方呢 上面就降下来这么一个 像衬陀一样的东西 降到下一层去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条绳索呢 向下前进 好不过我这时候看了看 这个血量还是过来补个血比较好 这个下去太不安全了 那从这个地方 好像是不能直接跳到那个绳索上 那我试了很多次 Boss是被贴图卡住 跳不出去 那我们还得从楼上再绕一次 好在这个独木桥这边呢 就可以这个直接跳过去了 那我们这个来到下层呢 又要爬这个绳索了 这段这个爬绳索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因为杂兵众多 好我们尽量先方块踢一脚 再用这个圆圈把他夹下去 这样可以避免一开始就被他砍一刀 哎 左边这个敌人 你干嘛打这个自己同伴呢 是不是脑残了 把这个挂上来的敌人 我们把他踢下去 哎可以看到他又打了自己同伴 注意这个背景BGM 这首音乐在三代也是出现的 好这个这个前后夹击呢 比较麻烦 所以说就挺量 哎 其实刚才那个时候 应该转身把后面那个杂兵去解决掉的 趁这个没有被夹攻的时候 好 还好我们许多 这个硬扛 好 那么后面那个敌人爬上来呢 这个是最好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干掉他了 好 下来以后 这里又有绿魂又有蓝魂呢 这就说明前面是场恶战 先给你这个状态回满 好 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会看到一块闪光的盾牌 这个是叫 好像是 哎 哈迪斯的盾牌 那么拿掉以后呢 就会开启这个机关 这时候左边的墙会缓缓推进 然后前面又有封印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敌人 全部清干净才能打开封印 如果说规定时间内没有杀光的话呢 就会这个被左边的墙给压死 这一战呢可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 所以说所有的神力就不要再节省了 比如说这个暴气我们就直接暴掉 暴气以后这个效率比较高的呢 是这个两下方块以后方块按住 它是这样一个转圈的技能 哎 神力真是转瞬自试啊 那我们赶紧用菠菜东之怒 这个时候菠菜东之怒 建议大家如果说没有那个神力无限的话 最后还是升下级 像我现在一级的菠菜东之怒 这个攻击力实在是不行啊 然后尽量用这种大范围的清兵字 比如说二一二一方块 然后是方方三角 然后有这种敌人抓的时候呢 就不要犹豫 因为抓起来扔一下 这下攻击力是比较高的 而且是范围很大 那是最后解决了 解决以后 哎 是吧 还离我们很远呢 那这边的这个宝箱呢 依旧是给你补给的 这个地方其实 为什么要有一个双色宝箱呢 既然已经有一个蓝魂宝箱的话 好 那么这个底下的任务 我们就算完成了 拿到那个盾牌就可以上去 好 那么这边这个 这边还有一个门 进去以后呢 是这个美毒沙 好 我们把它引出来 不要自去前进 自去前进呢 还有她的两个帮凶 这个大死来就比较累了 好 像刚才这种情况 你已经挥了两下刀 她如果放这个光线的话 你可以直接接一下三角 把它打断的 好 死了 我们现在魔力无限 就不用用这个美毒沙 来回复魔力了 直接干掉换红魂 我们把这堆柴火给她推出去 然后推到左边 按到底 踢一脚呢 就可以卡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堆柴火来对付美毒沙 可以看到 这美毒沙会卡在这个柴火对面过不来 我们就这个方块方块三角慢慢打就OK了 好 这个被她过来了 那无所谓 反正一块死了 OK 死掉 死掉以后剩下这条美毒沙呢 还是这个老战术 空中投机 这个没有成功啊 美毒沙她经常会后退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柴火堆来卡她了 那么全部两条杀光以后呢 再往前推 右边是两名这个爆炸弓箭手 好 当心这个射箭的人 然后用这个 哎 对面这个人居然没被甩死 好 这边还有一个 那这样这个所有的敌人就算是清单净了 咱们来看一下这扇门 这个上面有两名士兵的雕像 我们把刚才拿到盾牌的放上去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还差一块盾牌 那这块盾牌在哪呢 在这个门里边 这个门呢 按一下中间的开关都会就会打开 但是需要用这种技巧 这个有点困难 大家多试几次 把这个柴火堆蓄力 起圆以后立即向后翻滚 翻到这个门里面呢 就可以被这个门转过来 然后就到这样一个场景 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杂兵 这小范围里面 用R1R1方块 这个效率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可以把敌人吹飞 好 用一下分钟投机 OK 死掉了 咱们用一下这个美杜莎的凝视 很少用这个神力 好 其实将美杜莎的这个石化呢 升到两级会是非常强悍 那如果说升到三级再配合这个无限魔力 会成为一个非常bug的存在 不过我们现在的目标呢 还是先升这个主武器 混沌之刃 这种杂兵有时候它会无视你的攻击出招 比较讨厌 OK 杀掉了 这边这个红纹宝箱不要往前开 然后这边有一个双色宝箱 等它变成绿魂 打开 然后左边还有一个蓝色 蓝色宝箱我们就无视了 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罐子还是要砸一下 这个小罐子砸不碎了 好 可以看到这个任何一个罐子都不能放过 刚才这个大罐子就一颗红纹 小罐子砸开反而有两颗 好 我们这个地方走独木桥呢 这个到对面就可以拿到第二块盾牌了 就这块 哎 按错了 再来一次 OK 我们拿到了这个叫宙斯盾牌 那拿到这两块盾牌呢 先不着急下去 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宝箱要拿 好 这边是一大堆红魂 好 然后这边继续前进呢 在右前方还有一个宝箱 也是这个红魂宝箱 那拿到以后就可以直接跳下去了 然后这边下面好像还有个罐子 OK 这个地方呢 我突然想起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大家猜是什么呢 好 不是存档 不是存档 好 这个地方我们跳过去 好 现在有这个绳子呢 就不用再走那个独木桥了 可以直接这样过渡过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刚才这个一时疏忽 漏掉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好像是你前面 如果说这个石化之眼没有收集齐的话 这个地方会是一颗石化之眼 那现在我们迟了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红魂宝箱了 OK 我们再这个一路返回 那现在我们是拿到两块盾牌 把这个盾牌安上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好 这样这扇门就打开 我们可以这个继续前进 然后走过这样一条走廊 然后这里有个存档点 我们先无视它 然后顺着这个梯子爬上去呢 可以来到这样一个全日齿轮的房间 这个走的时候稍稍耐心一点 就没什么问题了 看清楚齿轮过去以后再走 好 我们先走这个通道 先不要去管内里边的两个 这个拉杆开关 然后把这堵墙给打碎 对面呢是有三个杂兵 想用这个阿姨阿姨方块 结果被打断 OK 人全部解决呢 我们就来到这样一条传送带上 然后往前走的时候呢 我们要非常当心这个机关 好 这边右边上面有没有东西 好像没有 那我们就继续这个前进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蝙蝠我们可以看 用美图沙的石化光线 直接在空中石化掉下来就直接摔碎了 要是我们在空中被石化也是同样的命运 好 这个走廊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 咱们跳过去 然后在这里头呢 有两个宝箱 左边这个如果说石化之眼没有骑呢 是一颗石化之眼 然后右边是凤凰羽毛 好 那么这边这个双丝宝箱呢 等它变绿的时候我们把它开掉 因为接下来也是一个这个难点 是爬这个墙壁 像这种战斗 即使你有这个无限魔力 也是无可奈何 有时候死得非常郁闷 好 像这种敌人不要贪多 直接砸一下就扔掉 节省时间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 不要去理会这些人 如果他们抱你呢 就挣脱 如果说他们没打到你呢 你就赶紧往上这个赶路 这个地方跳错了 一路向上 然后再向左边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哎呦 被蝙蝠灼了一下 这个地方就一路向下 好 如果说下面有人挡住呢 就这个适当的打一打 好 来到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可以这个 先把所有的敌人全部解决 再继续前进 要不然的话 在墙上被 你一下我一下 很容易就死掉了 咱们这个安全第一 好 有时候这个拖一拖也是不错的 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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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敌人爬在墙上面非常硬啊 好 好像这是最后一个吗 OK 人全部解决干净呢 我们这边这个宝箱还是要开一下的 里头是红温 然后从这边跳过去呢 就继续向下 左边这个平台呢 我们先无视它 一直爬到最下层 这里有一个红温宝箱 不过里头的这个魂不是非常多 那然后继续前进来到这个平台上呢 先把这个蓝绿宝箱给它开掉 好 这个地方阿尔开一下开关 楼上就会掉下来这样一根铁链条 一会儿我们可以顺着这个东西爬下去 不过我们先要进这个门来拿一样东西 好 这个地方是这一段这个视频最后一个难点了 又是一场这个现实战斗 然后这样这种这种这个拿盾牌的兵呢 要用方块方块三角的最后那一架 把它盾牌打碎才能造成伤害 好 这里这个魔法就不要吝啬了 赶紧用 这个注意地下的那个地板呢 它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打开 然后如果说你这段时间里没有把敌人全部解决干净呢 这个就掉下去直接死掉了 所以说这里要杀得快 好 该用魔法那就用了 他刚才好像那发东西打在物伤了吧 这些女的死掉以后还是会给这个魔法补给的 这里应该是最后两个敌人 咱们一路这个魔法放肆 放肆以后这个上楼 这边呢拿掉这个叫阿特拉斯的这个手杖 好 这个地板呢就恢复平静了 咱们可以继续前进 好 可以看到这个双色宝箱又刷出来了 他知道里边这个战斗比较艰难 打完以后再给你补一补 那这边这个向上爬呢 还有两个红红宝箱 大家不要错过了 而且这两个红红宝箱魂都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里我们这个一路向下 就可以来到存档点 那虽然说这个30分钟好像还差一点 不过离下一个存档点还有不少的距离 那我们这里存档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一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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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